嗯...我叫謝宇晨 是一名DID患者 也就是迪士雪兒的 銀帶的鐵弟時候的詩的簡稱 以往俗稱的多重人格 那我現在有15個人格 那...嗯...相信大家對多重人格 應該不陌生這個名詞 但是對DID這個名詞可能就不見得認識 那今天會錄這支影片主要是因為 嗯...在身心障礙者當中 也包括了精神障礙者 也就俗稱的精障者 那我本身就是精障者之一 DID在心理診斷手冊裡面 是屬於精障者的部分 那其實在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跟我一樣是DID的人 可是呢因為可能礙於 職場或者是家庭的因素 所以並不會告訴身邊的人 自己是DID 而獨自承受著這樣子的痛苦 我希望能夠透過這支影片 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 精障者的困境 除了大家知道的一些憂鬱症 遭遇症、視覺失調症、甚至自閉症等等 因為一些戲劇的演出、韓劇或者是電影 嗯...才會了解到精神障礙的部分 那其實DID是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一群族群 那我希望精障者因為 不敢透露自己身上的疾病 所以在職場上可能都會掩蓋住自己身上的疾病 那在求職的人 求職的路上可能也不見得會告訴對方自己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那因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太快 所以呢 都市人的壓力也跟著水之過大 所以在精神障礙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點精神障礙的部分 只是未必能夠被診斷出來 那這個社會對於精神障礙的人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友善 因為以身心障礙來講的話 身心障礙一聽就是身體擺在心前面 可是呢只有心理健康才是真正健康的人 所以大家都是以肉眼看得到的外在 可能腳受傷 坐著輪椅 或者處著拐杖 就會認為 就會覺得他是一個身心障礙者 而會比較給予同情 而精障者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即使他正在服藥 或者是正在就醫 你也看不出來他是一個精障者 也許你的身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精障者的存在 但是你並不知道 因為精障者並不會容易的告訴別人 自己就是一個精障者 因為怕社會異樣的眼光 以及不友善的對待 那我之所以拍這支影片 就是希望透過影片能夠告訴大家 其實精障者應該被重視的 因為心理的健康真的比身體的健康還來的重要 唯有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所以希望這個社會 可以給精障者多一些的關懷 不論在求職 或者是在職場 或在家庭 或在感情上 都能夠 被平等的對待 那至於 如果對於我的人格好奇的話 可以歡迎來到我的粉專來觀看 裡面有仔細的介紹 而我自己也有出了一本書 叫九分之一的我 那個時候 我的人格就有九個 而出書之後才延伸出十五個人格 那以上就是我做了一個謝宇晨的影片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精障者的困境